这个事情里头是不是你也发现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听说还有所谓的AB稿是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蓝营操作这个它有很高的政治成分在里面 蒋宏安在9月19号的时候喊话中央续产会 说这个进口鸡蛋到底流到何方 他要查所以他要求中央续产会要给台北市政府 当天立刻提供所有进口鸡蛋流向的资料 而中央续产会确实也如其提供了 所以我9月20号的时候我就立刻 这个跟台北市政府所知 我希望台北市政府可以把中央续产会 给台北市的公文也给我们议员一份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进口鸡蛋流向何方 来协助釐清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变质或过期的疑虑 那结果非常奇怪的事发生了 苗波亚9月20号的时候呢 跟台北市政府要的这份资料 结果台北市政府呢 他回复了是一份中央续产会的公文 然后附件的表格里面 明明就有业者跟这个月份的栏位 还有这个数量的栏位 那实际的数字呢 我们卫生局呢 就直接用一个大的色块 全部遮挡起来 打马赛克 然后呢上面写了一个浮水印说 业者商业资料 苗波亚拿到了一份全部打马赛克的资料 什么都看不到 如同一张白纸没有意义的 后来我就跟卫生局沟通说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业者商业资料不予提供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是说全民关心这个食安吗 那我们议员要怎么监督啊 我怎么监督你 有没有放水或相关的其他的问题啊 但是卫生局很坚持啊 说这是业者商业资料 依法规就是不行 所以后来呢 到了9月21号的时候 我真的无奈啊 因为这个事情刻不容唤 所以我在脸书上面 我公开揭露这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呢 竟然啊 这个把所有的资料遮盖起来 完全没有画面 怎么这样子应对议会呢 结果你知道发生更奇怪的事情 过了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 我在议会里面的同事 徐晓芯议员跟游淑辉议员 分别在他们的脸书上 贴出北市府给他们的高清五码 全都漏的资料 资料原原本本出现在 蓝亭议员的脸书上 我看了之后我想说天啊 食安有分颜色吗 为什么议员的所知要AB稿 给苗波亚 苗波亚新闻的 给苗波亚的版本全部锁码 隔天蓝云议员问了之后就高清五码 这个就是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议题的真正态度 不能让苗波亚拿到资料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要追查的话 只有蓝云的议员可以追查 我本来想说天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满憨啊 结果到了今天我们9月22号 我们现在录影的这个时间点 我恍然大悟 因为今天早上罗志强突然po了一篇文 他在骂苗波亚 他说苗波亚都不关心食安 都不做事 明明台北市政府就有给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资料 是苗波亚不做事 他说哇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 是不是 制造资讯的落差 制造不实的资讯 然后呢故意要去打你的竞选的对手 政治操作嘛 就问罗志强那你做什么事情 今天你国民党那么厉害的话 为什么全台北市议会第一个想到 要赶快去拿中央续场会这份资料 去跟市政府所知的人是苗波亚呢 你们这些蓝银的议员在干什么 你只会事后什么 赶快跟苗波亚要一样的资料 而且不能让苗波亚领先 所以苗波亚的要打马赛克 要AB搞 然后营造说你看苗波亚都没做事 这样的假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招数套路有可能 他会复制在所有的立委选战里面 接下来蓝银的所有的立委候选人 他都拿这个出来攻击他的对手 我认为相当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你们认为你们是下一个成级中 是不是 也未必是这样子 因为毕竟呢这个议题 我想事情会越讲越清楚 像各个县市现在都在机查 查出来过期但真的确认说没有流入市面的话 那我想这个疑虑就澄清 查出来如果有产地标示不清了 该罚就赶快去罚 对不对 那产地标示不清 那么这个鸡蛋有没有问题赶快检验 你知道这个台北市政府回我一张这个公文 是 他讲说使用进口鸡蛋不等于有疑虑 一切尚待调查 是啊 这个很公允 基层的公务员也知道嘛 是 对不对 上面搞这些政治操作 我想这也不是他们的意思 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议题 它是一个第一个政策做事有没有做好 第二个政治 这些工坊有没有处理好 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打棒球嘛 先发投手 上场已经投了110球了 球数有下降了 那刚好对方呢开始使出各种 有没有 又要触及短打 又要做各种的战术 然后不断的干扰你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也许先发投手 这时候总教练应该保护他 不能放任他在场上 继续燃烧他的手背 然后把手背都弄坏了 然后呢 这个球队的分数也丢失了 应该是说这时候战斗的队型 要组成说 你要有一个强的后援投手 后援投手要上来 要守护住这整个战果 所以我认为 选举攻防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 政治人物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就是 一步一脚印 把该做事做好 然后把该澄清说明解释 说明好 但是其实群众民众还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每天在转发的 都是谣言 那真的说实在的 省先来努力也没办法 你没有发现这次进口鸡蛋 有无数无数的谣言吗 配合的民代有言论的免责权 有言论自有的保护伞 包括了很多的媒体是相互配合的 我想以前有一句话 叫做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 那是农业时代 是 可是现在的时代是反过来的 大家都吃过猪肉 但很少人看过猪走路 也就是说农业议题 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是陌生的 因为我们不是农家子弟 我们也不是从事农业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农业 它又会跟食安有关 而食安又是所有人心中最敏感的 最一丝毫都不能闪失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勾起来之后 中间就有很多 可以制造资讯落差的地方 这个我想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艰难 那在面对现实艰难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对方在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就只有很可怜 重点是这个整个防御的体系要出来 当错误的讯息太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回应里面 可以尽量的把议题收束 然后锁定焦点 给予正确的讯息 那不要随着这个 有点像作战的时候 敌军就是诱你深入 然后你深入之后 他口袋战术把你包围然后歼灭 所以不要傻傻的 就随着他去深入 然后被他口袋战术包围被歼灭 应该是在整个大战略上看清楚 讲清楚说 其实整个法规的层面 还有政策的层面 还有食安的层面 其实我们只要确认 尤其是民众最关心的食安层面 其实就是检验嘛 检验检验再检验嘛 那有任何的违法的抓出来重罚嘛 那什么中间衍生的各种什么有图辣没图辣 然后各种的这样子的会容易衍生 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容易被贴标签说 疑云说谎等等的事情 尽量去避免 尽量去避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对 这种资讯落差战的一种 很基本的态度 你刚刚提到好像俨然 实随之位这样的一个套路 过去是不是也有奏效过 也有得逞过 而现在在2022才刚刚落选 因为让我想到陈始忠 是这样在2022大选时 他的过程里头 也蒙受了非常多的认知作战 这里头有非常多错误的消息 可到最后民众其实搞不清楚 甚至影响了很多中间选民 你也从这一次进口鸡蛋里头 看到疑似的套路吗 我想政治上 我们经常讲要兼备政策专业 以及政治敏锐度 这是政务观必须要兼备的特色 那我觉得有时候 比较可惜的事情是说 当你在一个位置上坐视太久 你很容易进入一个 所谓叫做专业的同温层 而当你进入专业的同温层 你的政治敏感度会顿掉 像我们民意代表其实相反 民意代表政治敏感度最敏锐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外面 跟所有的集成都接触 那我们在政策专业度上 当然比不上非常学友专精的 这种单项 比如说我在这个卫生福利专业 我比不上这个陈时中部长 我在农业的专业 我比不上陈其中部长 可是我们是人家讲 春江水暖压先知啊 我们知道说外面这些渔情的流动 民意的流向 那所以这两个东西 应该是要结合起来 我讲真的就是说 像陈时中跟陈吉仲 他们都是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在任的时间长 陈吉仲部长在任的时间 甚至比陈时中部长更长 七年多 小英对 小英上任的时候 他直接就是农会副主委 后来变成主委 然后到变农业部长 他的任期几乎跟小英的任期 是一样长的 所以他长期在这么长任期里面 他可以解决过去几十年来 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口题易拔针 因为小英给他很多空间 让他很长的时间去做事 所以他这个长期政策可以推动 比如说远洋逾越拔除黄牌 这也是因为过去大家任期都很短 所以都没办法做 但是因为他任期长 所以他成功完成了 农民的三保一金 这些相关的天灾的保险 然后农民的退休金等等的 非洲猪瘟成功防堵在境外 台湾跟中国有多么近 那时候到非洲猪瘟 其实猪池都飘到台湾的外岛了 对 那都是因为说 它是稳定的一个政务官 所以好的政策可以推行 甚至包括很多的农产品外销政策 因为中国这个七年多来 他就是不断的介入农产品要打击台湾 一下断这个一下进那个 可是一项一项我们都来解决 他长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确实有很多的政绩 不过也让他对于一般外界的舆论的敏感度 其实是降低的 或者敏感度应该是一个团队吧 对 对不对 应该农业部你成为一个部会之后 你的上上下下应该都会 不过因为伯雅提出这一问题 如果这样一个战略对在野党可以奏效的话 实水之位 所以在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今天9月22号 剩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对 这会成为他们另外一个反攻的对象吗 因为看起来赖清德的民调 本来我们如果把这个进口鸡蛋 分成两个阶段 在上一个阶段所看的民调撼动不了 可是以后面这个阶段来讲 微幅有一点点波动 但还值得观察 这个波动是不是来自于 赖清德的民调波动 是不是来自于进口鸡蛋 因为除了这段时间 这个大事之外没有其他事 你跟我说高宏安的事件 影响到赖清德吗 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 因为是总统大选 但是现在政论节目 通通都在讨论高宏安 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必须确实的 在食安上面做好把关 食安上面没有出问题 对不对 检验都合格 过期鸡蛋 最好就是在全民的 看得到的销毁 对不对 让大家知道说 这过期鸡蛋全部都销毁 自成堆肥等等的 那我想平息的这个食安争议之后 我们的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 就可以往前在之后的这个政策的比较 上面继续迈进 那所以我也认为说现阶段 农业部必须要非常知道说 我们自己不是说低头认真不过做事就好 你必须要让民众有信心 就是说我很会做事 跟大家对我有没有信心 这有时候是两回事 尤其是现在这个棒球比赛 落后的一方总是会想尽办法使用各种战术 对不对 那甚至以前我们也看到 美国职棒大联盟 还有偷看暗号打鼓 那个暗示这个打者说 投手要投什么球 这样子的方式也都出笼对不对 不止游走规则边缘 甚至已经违反规则这些等等 但无论如何啦 比赛就是进行中 所以不管对手出什么样的招数 我们都要能够应对 每一颗球要投好 轮到我们自己打极的时候 每一个打极要用心的把它打好 是 如果蔡英文总统到最后决定 让陈吉仲呢 他们请辞可以获准 那当然啦 我相信蔡英文总统跟行政院长 陈建仁是有充分沟通过 可是这样的一个队伍 面临到重新调整 这个战略队伍呢 重新调整的一个必要 更关键的是说 更关键的是 当这个争议事件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倒觉得 党中央到各地方的民意代表 你们是不是疏于积极捍卫自己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 把弹荒要平易物价 那包括了很多的进口业者 都本于企业社会责任 他们不想谋取暴力 也很少人在这样的一个为例之下 这么短时间要进口上亿元 就是难上加难 因为台湾95% 我们的鸡蛋都来自于自己 如果是做状况底下 那他们到底围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法吗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当民众在有认知作战 被混淆视听带风向的时候呢 其实相关的人也应该要站出来 积极去捍卫甚至反击 甚至不应该让一个农业部部长 来频频上火线处于孤军奋战 今天非常谢谢阿苗 也希望阿苗加油 因为你的选区 卢志强已经抓住这个进口鸡蛋 要全力反击的 所以这个事情你们觉得会 因为陈其中下台之后 这个风暴平息吗 灾党不会继续 拿这个继续攻下一城吗 不会吗 我认为蓝莹现在就是要把这个 所谓的进口蛋的议题尽量操作嘛 一分的事情讲成十分嘛 对不对 从这个产地的标示 他把它扩大成为一个毒了 毒蛋 食安的危机等等的相关的这个 那所以 但是我仍然相信说 民众是有力量的啦 所以大家说 现在我有一个感觉是说 苗博雅在做事 罗志强在脸书收割 你知道这整件事情 像前面谈的以前 之前大家在谈的这个 基态大值的案子里面 苗博雅最早在5月 就已经超前部署跟蒋旺安说 你这个施工损零的SOP有问题 那在这个发生下沉事件之后 我们继续追到北市府 不得不修改这个SOP 结果罗志强立刻在他脸书宣布说 这是罗志强率先提出的 是罗志强争取 我说哇这真的是好像 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是非啊 一个做到一切都做不完 你就立刻离开的人 他敢说这是他争取的 但事实上他的这个支持者 当然听他的嘛 那所以我们能靠什么 我们能靠的就是知道真相的人 帮我们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讲 包括这一次进口鸡蛋的流向的问题 明明苗博雅是台北市议会 第一个在续场会把资料给台北市政府之后 第一个就去跟台北市政府要这个资料的议员 那现在竟然罗志强还来说什么 苗博雅都没做事 明明是台北市政府用这个AB稿 故意把给苗博雅的资料都打马赛克 那现在罗志强还造谣说什么 当天就完完整整的给 我觉得这些说法 当然他是他的选举操作 但是这些选举操作战 会复制在苗博雅身上 也会复制在其他立委参选人身上 所以大家现在要帮忙我们的事情是说 帮我们把正确的资讯扩散出去 不只是说农业的议题需要 包括未来在整个大选里面 所有政策的探讨 公共议题的探讨也需要大家帮忙 我觉得艾苗想的非常非常对 所以观众朋友不能一场选举 就没有是非 谢谢所有小君Torrent Plus 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谢谢大家在订阅户超越20万户之后 也希望所有海内外观众 持续支持小君姐另外一个频道 Real Talk真实对话 在华尔市网路下 这个Real Talk现在也在一个月当中 我们也占上有2万的订阅户 不过这个速度呢 虽然跟一年前比较起来还可以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也多多分享 谢谢阿苗 谢谢小君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再会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